祝志仙 他是土生土长的汤西人 现任汤西菜饮食行业协会会长 汤西镇内大小河流纵横交错 河仙的获得比较容易 祝志仙告诉我们 想要领略汤西人喜爱的辣味 就一定要品尝一道味道独特的汤西特色菜 八仙鱼头 祝志仙告诉我们 水库中的鱼很多 但今天是否能找到他满意的大鱼 要全凭运气 今天做这个鱼头要用什么鱼呢 用这个拥鱼 我们这边叫大头鱼 大头鱼是一种常见的河仙 在我们看来 找一条大头鱼应该不是难事 可是这条两三千克重的大头鱼 并不是祝志仙想要的 捕鱼的几位大哥几次拉网 捕上来的鱼都没有达到祝志仙的要求 正在我们沮丧的时候 惊起来了 那个就是大头鱼吧 对对对 让大三拿起来看看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捕捞 捕获的这条大头鱼终于让祝志仙满意了 我还拖着这边 这鱼得有多少斤啊 我估计有五六十斤吧 这个鱼 你看它特别长 你看咱俩站一块 它有多长 我俩的身子 并在一起这么宽呢 栽很干净 我就觉得养它那个水质就应该好 你看这个摔的话很鲜红的 非常的干净 做鱼头很适合 非常好非常好 祝志仙告诉我们 制作八仙鱼头除了鱼要新鲜 还有一种辅料特别关键 这个就是白皮辣椒 这俩都是吗 是的 这个是成熟的白皮辣椒 我看看啊 你看一下 那我们做这个八仙鱼头要用哪一种 两种辣椒都要用 两种辣椒都要用 这俩有什么不一样 那么这个白皮辣椒呢 就是说稍微不辣一点 那么红色的成熟的这个辣椒 会辣一点 我尝一下 好吃吗 这老师还有点辣的 有点辣的啊 这个也有点成熟了 所以说有点辣 好像熟了之后没那么脆吧 熟了之后就没这么脆了 不辣 但是它相对于我们平常 煎的那种小米辣就好一点了 比较甜这个辣椒 有点甜啊 据史料记载 清朝康熙年间 白皮辣椒被引种到精华式阳部阵 这里种出来的辣椒 有皮薄 色白 味辣的特点 现如今 白皮辣椒已成了制作汤西菜 不可缺少的做料 这些辣的话呢 跟我们这个盆地 自然环境有关系 因为往往这个盆地 地带的雾气啊脏气啊 这些方面呢都会比较重一色 而辣的话呢 刚好是可以取掉某一色 不利于人体健康的 这个脏气潮气之类 我发现咱们这个鱼头处理 有点像剁椒鱼头一样 对对对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买的 这个白皮辣椒 但是我发现做这个八仙鱼头 还用到很多配料 对的 我们八仙鱼头里面 用了和鲜 橙汁 还有那个鸡爪 老豆腐 我们主要这道菜的特色 就是鲜 浓郁 香辣 制作八仙鱼头的食材 都算不上名贵 可汤锡人 就是用这些常见的食材 烹制出浓郁地道的汤锡味道 新鲜鱼头 和虾 鸡脚 撑子 鲜子 豆腐 再加上两种鲜辣的白皮辣椒 八种各具特色的鲜味食材 让这道八仙鱼头的鲜味 更加浓郁 四十分钟的烹煮 让八种鲜味食材的味道 在汤汁里融合激荡 浓郁的味道 再渗透到每一种食材 一道香辣的八仙鱼头就制作好了 海鲜很浓郁 等一下它 你稍微缓一下 它这个味道 我跟你讲 等一下我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出来了 烤是什么 越来越辣 非常的辣 快点快点快点 水拿过来 现在整个食管都是辣的 所以说我们这道 汤汐风味的这道菜 八仙鱼头 它是与众不同 它会越来越浓郁 越来越辣 体现出来 刚是食管食辣 现在我的胃都在燃烧 所以它的辣是有层次 一进去你觉得它还好 但是慢慢地慢慢地 它那个后劲特别强 特别有后劲 我现在还想再来一杯水 新鲜白皮辣椒的微辣 加上中等辣度的干白皮辣椒 再到火辣的小米椒 辣味从微辣到中辣 再到火辣 刚入口的鲜辣味 在两秒之后 迅速被辣味对食管的灼烧 所取代 可这浓郁鲜辣的味道 却让人欲罢不能 看来这道八仙鱼头 最为独特的地方 也许就在于此吧 对于我来说 这有点辣了 但是喜欢辣的朋友们 一定要来会一会 这道八仙鱼头 对的